被其他乘客拍下 並且放上互聯網 經網民人慾搜索後 終於找到地鐵色狼 有人在網上發布了一條短片 見到一個女人站在地鐵車卡門邊 而坐在旁邊的男人 就伸手很快地摸了下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發覺不妥 那個男人就低頭扮看手機 又抬頭偷看 片段在網上引起討論 之後那個來自台北的女人 鼓起勇氣報案 我站在地鐵門口 然後在七星中路靠近 就是要到七堡站的兩分鐘的時間 然後發生了這件事情 他總共大概觸摸了你幾次呢 兩次 因為就是怎麼說呢 因為就是怕誤會人家或什麼 所以萬一也就是沒有人看到的話 沒有人能幫我 所以就選擇這樣 他說就在自己尷尬慢分的時候 對面位的一個男人 肆意將自己的位讓給他 現在想回頭 他可能就是那位拍片的好心人 我想說他是看到這一幕 所以想要請我去坐他的位置上 很謝謝可以拍攝這段影片的人 很感謝他們 謝謝 那個地鐵色狼 很快就被網友人肉搜索了出來 他是一間上海大型旅遊公司的職員 已經向警方報道協助調查 旅遊公司說查明事實之後會嚴肅處理 無線電視記者一陣 真的,就是 你